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的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ello,Della,你好,大家好 最近香港上映了一套日本電影 還有一個首映禮 那個戲名叫《漫長的告別》 影片內容講述 在日本有一位七十歲的老人家 患上了老人癡癌症 整個電影裡描述了他在七年裡的漫長經歷 他的家人如何照顧他 有一個女兒跟他在日本住 另一個女兒在美國生活 在七年裡可能要來來回回 去照顧老人家 而引伸了這套戲的評價都非常高 也引伸了大家健康社會的問題 就是這個老人癡癌症 在那個不斷發生 也有趨勤年輕化 患的人數越來越多 好像我們在香港很認識的高亨博士 在美國的列根總統 甚至英國的戴徐爾夫人 他們都是晚期的時候患了這個老人癡癌症 他們是很聰明的人 對 三位都是 總統來的 首相 不是一般普通的人物 基本上如果這樣說 他們健康的認識 或者他們在生活上面的植物 或者樣東西的條件都算是好的時候 都會幻想了這個老人癡癌症 其實在你的臨床上 我們在自然醫療上 可以有什麼可以幫助病人 或者成因又會是怎樣 其實老人癡癌症 在院士的醫學是一種不可逆轉的 他說我們的腦袋 是越來越退化 越來越萎縮的 你的腦袋本身的物質 腦筍一直萎縮 屬於不可逆轉 所以就算高坤 美國總統雷根 英國首相戴徐爾夫人 他們都是這樣 死在老人癡癌症 如果在現時西醫的醫療有幫助 這種情況就不會出現在他們身上 在院士來說 這是一種不可逆轉的病 這部電影就是講 有個家庭 有父親70歲 發現開始有老人癡癌 他的老婆當然是很切身服侍他的 也有一個兒女 住在日本 整個電影就是講 他這個家庭 見到一個爸爸 以前是一個中學的校長 這位老人家 以前是一個匡子很厲害 日本人懂得看著 所以總結到一個高的 教育水平 教育水平 他看著是一個很厲害的 但到最後發現他都差不多了 其實都不太老 已經出現這個病了 整個電影就是講 他慢慢的退化過程 他家人要怎樣應付他 早期他不是太差的 他還認得到家裡的人 有時候到最後他孫子去探望他 他也記不知是他孫子 還有一些怪異的行為 有一次他去一個朋友的喪禮 其他朋友的同學 就不知道他有什麼問題 就叫他不如你發表一下 一些道文 那些 但是他發現 他完全不知道他這次來 是因為他的同學過世的 另外同學才知道他原來 他已經是有老人之外 是 還有一些很怪異的行為 在那裡 這個戲中有說到他的 到最後慢慢的 語言能力又差 當然最終就是他 因吞能力也差 他不是 結果就會死 所以這齣戲 其實有一個特別的首演禮 很明顯 這個首演禮 都是老人之外症的機構 有關這個機構 叫人喚醒的人 是關注這種問題 英文呢 這個其實叫做Alzheimer Alzheimer的病 叫做阿爾茲海蜜症 OK 阿爾茲海蜜症 也叫做AD Alzheimer disease 我們平時所謂的老人癡癌症 這個是一種屬於中樞神經系統 推行性的疾病 Central Nervous System 發病率當然跟年齡的密切關係 65歲以上的人群裡 發病率每年是0.5%的速度增加 而女性比男性患者 是多三倍的 三對一 OK 即65歲以上 開始你會看到這個 慢慢地出現 當然了 未看過你出戲 或者家裡沒有那些人 都不知道那種苦處 你自己想想一下 這個世界上最愛你的爸爸媽媽 有一天你問她的時候 自己介紹自己 即她不知道你是誰 她不知道你是她兒子 不知道她是女兒 也不知道你是她的孫 那種感受是怎樣 這只是一種輕度痴呆期的出現 但可以這樣說 老人痴呆症的拉鋸展 是第一回合才這樣 她忘記了你 多後期 隨著病情發展 病人會陸續經歷失落 失營 情感出現最初一種 由冷漠轉為急躁不安 情緒有波動 直至到需要完全依賴照顧的人 記憶力嚴重喪失 日常生活不能自理 大小便濕急 你想想這個過程裡面 是需要很多貼切的護理 所以老人痴呆症的晚期是很慘的 如果你的家人在這裡 或者你有一個女性多一點 或者你的男士在這裡 或者有子女或者有孫子 能夠照顧你 但這是一個很鐵身照顧的 我亦在網上突然看到一份資料 有一個大陸的人 他突然認識了一個美國的荷里活的明星 愛上了他之後 年輕時他跟了這個明星 最後這個荷里活的女性 乳癌過身 給了他七十億的遺產 他現在六十八歲 老人痴呆 有四十幾個康戶 保鏢圍著他 你要看著他 好了 全球性的人口老化 當然老人痴呆症 越來越多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 全球大約有四千七百五十萬人 患有老人痴呆症 每年有七百七十萬的新增病例 澳洲已經有三十五點三萬多的人 患有老人痴呆症 這個數字到二零五零年 會增加到五十萬人 九十萬 你想想澳洲也不是很多人 是 即是幾千 都這樣 又加上 可能二十個有三十萬人 這個社會負擔是很嚴重的 有一個資料顯示不同的地方 中國也有六千七百二十萬人 一直以來醫學界都沒有什麼能徹底治療 這個老人痴呆症 最近有一篇文章開始說 在6月11日 美國CBS有一個電台報道 美國深墨西哥大學經過很多年的研究 發出數十億美元 已經初步研製出一個 第一個老人痴呆症的疫苗 已經開始進入實現的階段 這個最終是否 似乎有些新希望 可以控制 這個不單止可以防止老人痴呆症發病 以及在發病後 在不同程度上 可以輸解一些不可以疫症的腦部受傷 這個對一個人來說 當然是一個數全球 這麼多千萬的患者 和受害家庭 當然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大家要了解 其實老人痴呆症 其實腦袋是有一種 腦袋是有一種叫做 Beta定粉釀蛋白 以及Tao蛋白 出現異常的結構 我們腦袋當然是蛋白質 這兩種蛋白質 是愛爾斯海蜜症的一種標誌性的蛋白 出現這種蛋白 即是一種破壞了蛋白 亦是造成神經元的傷害 譬如正常的Beta 定粉釀蛋白 以一個旋轉結構為主 正確的結構是一個旋轉的結構 但在愛爾斯海蜜症的患者 這種蛋白變成一層一層的結構 即是結構本身已經變了 縮了、萎縮了 於是就形成沒有辦法正常的運作 現在所謂新出了這種新的疫苗 是針對腦袋的Beta 定粉釀蛋白和Tao蛋白的形成 未來幾年裏面 福林德爾大學的 將會聯合美國加州大學 以及分子醫學研究中心 做一些臨床的研究 第一批研究的對象 就是這些患有老人痴癌症的老鼠 結果顯示了 注射了這些疫苗的老鼠 顯然比未注射的表現更加好 這是初步研究 希望這個疫苗 希望在兩、三年之內 可以投入使用 希望他們有一種說法 這位大學的教授說 任何人都可以用這種疫苗 就像什麼 例如流感 但大家了解 我們對流感的疫苗的結論 是沒有什麼用的 結果將來 這種工具 是否真的有用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在醫學上 不斷用這種疫苗的方法 企圖處理很多人類 不斷增加病 但問題就是這樣 到底成不成功 不知道 現在我們還有待 研究、實驗上 但是在自然醫療 我們等多久呢 其實我們要不等幾年 等這個工具呢 沒錯 其實大家都要了解 在任何健康上的問題 其實有自然醫療 一直都有很多很好的方法 很多很好的工具 好 袁醫生 你剛才解釋了 那個形成那個 現在就好像 有一個新的希望 醫學界經常都是這樣說的 不斷有研究出 一些新的疫苗 一些幫助 但是我們人類 是不是真的要不斷在 只是在那裡等 在那裡等 等它所謂的疫苗 那個研究出來 都不知道那個成果是怎樣 這個老人癡癌症 這個問題 其實在我的自然醫療 裡面的範疇裡面 是不是已經 一早有這些方法 在這裡幫到我們呢 這一節的時間 我們都差不多了 一會兒我們回來 繼續我們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就是 老人癡癌症的自然醫療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 去過大自然裡面 我們除了一個鞋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這樣就可以做到摺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摺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摺地器的治療 摺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二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我們的題目就是 老人癡癌症的自然醫療 如今新上一節 我們就說 我們不只是坐在這裡等 所謂的醫學界的疫苗 其實在自然醫療裡面 我們可以有什麼 可以幫助這些病患者 我們經常都很強調 跟大家分享的 一個基本的醫療概念 其實大家都問一下自己 我們的身體是什麼造成的 什麼材料 造成我們身體任何的部分 包括我們腦袋的細胞 其實是很明顯的 我們身體是食物的營養 做出來的 等於有一個木家屍 如果是木造的家屍壞了 我要維修這個家屍 我用什麼材料呢 當然是用木 所以這個基本概念 你記住 所以經常有一種強調 醫食同源 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中國的傳統醫療 都是這樣強調 醫食同源 在西方的醫療 是希波格拉底醫學師父所提倡 亦是說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所以我了解到 其實要維修身體任何缺陷 任何問題 其實最合理的方法 當然是用營養 好了 在我們對於Alzheimer這個問題 我第一件事 都是用全面的營養供應 除了這個 我亦都用了一些補腦的工具 跟大家分享過 有一種卵輪脂 大家都聽過 卵輪脂是我們身體神經系統的主要材料 但有些最近 十幾二十年前 就提煉了一種叫做 Phosfatidal Serine 以前叫做Phosfatidal Choline 就是卵輪脂 但現在還有一個是Phosfatidal Serine 早期是在那些動物的腦 但大家知道 這個動物腦有多少成份 最後它就發現 在黃豆裡面 可以提煉足夠的Phosfatidal Serine 我們公司就開始 十幾十年前開始用了 叫做活腦令 這個是我們一個 可以保腦 保持我們記憶力的 一種很簡單的工具 當然除了這個 全面性的營養也很重要 我也有些工具 是專門為增強腦的細胞 腦的難力的工具 所以營養是一種方法 身體排毒 是不是很改革 強調 人的病是毒素內序 營養不良 是 在醫學上發現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老人癡癌症 有一個問題 就是腦裡面有些鋁 aluminum 開始發現 其實鋁的重金屬 也可能會引發 會加強老人癡癌症的風險 所以在我們的醫療裡面 還有用排毒 推動血液循環 還有我們有一種微致療 微循環的治療 我們幫助腦袋的血液循環 這是一種外來的 一種磁腸的治療 目的是推動微血管的血液循環 所以其實有很多這樣的工具 我們可以去嘗試用 永遠都是這樣的 就是你越早用越好 十幾年之後 他們都不會活很久的 腦袋癡癌症能夠活到 即出氣裡面 都活到八年 七年 其實大部分的腦袋癡癌症的病人 都會很快就會 幾年之後會過世 因為腦袋退化 因身體的運作 除了營養 排毒 微循環的系統 我也有很多頻率治療 就是很多簡單自然的工具 可以在這方面幫助病人 除此之外 當然我們拿手的同類療法 在同類療法裡面 我們的資料庫 我們有本資料庫 曾經記錄了有六十三種療劑 六十三種療劑 曾經成功地医過 同類療法的療劑 曾經成功地医過 這些腦袋癡癡症 在裡面我跟大家介紹 幾種療法 比較突顯一點 六十多療法裡面 都沒有什麼時間 可以完全解釋給大家聽 第一個療劑 大家都可以看到是鋁 鋁 就是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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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鋁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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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袋是越来越弱,人类好像是干真真 脑也干真真,所以老人痴呆症 你用X光去看,你会看到它真的萎缩了 除了这方面,适合于女儿的人都比较干真真 便秘得很严重,皮肤方面都比较干真真 这种情况之后,我们会考虑可不可以用女儿呢? 女儿除了记忆力衰退 还有一个阵营,就是情绪常在反复 有时是新淫,很焦虑,有时会变得呆 很合乎老人痴呆症,当然情绪低落,抑鬱 有时会觉得自己犯了罪 即是脑袋是混乱了,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所以很明显,这是老人痴呆症 很容易看到的症状 所以我们的同学疗法里面,铝是其中一个用在这方面的工具 好了,第二个大一点的工具,我们叫做Berita Carb Berita Carb,就是Berian Carbonate 是一种贝来的,是一种碳酸贝 碳酸贝,我看你的同学疗法经验的阵营 都是看到老人痴呆症,还有一个症状 就是他们是常常改变主义的,想怎样想怎样 这当然是老人痴呆症的其中一个常见的症状 还有脑袋想事情想得很慢,很落后的 还有这个阵营的人很多时候是很害羞的,很小胆,很害羞 就是很傻傻尖尖的,尤其是小朋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唐侍症后的人,唐侍症后 唐侍症后的身份子都是很害羞的,叔叔迷连 躲在父母的妈妈的群居下面 这个我们差不多是一个主要的唐侍的疗势 如果老人痴呆症,他的病情很像 回到一个小朋友,怕见新的陌生人 那种症状出现,可能就算是家人也好 但因为他可能没有见过的时候,他就觉得是一个陌生人 很害羞,很害羞,很胆小的小朋友 而且他经常是很私家的 在那一部电影里,你也看到老人家 在那一部电影里,你也看到他主要的症状 他经常是想回家的,我要回家 他在家,但他要回家 在家里还说要回家 这个是老人痴,Beretacarp Beretacarp 这个症状 跟那个铝有点不同 铝是干真真的,瘦了,没有水分的 大便,皮肤都干了 Beretacarp 就是像小朋友的 很像小朋友的那种状态 另外一种大的疗劑是大麻 Cannabis sativa Cannabis sativa 当然,大麻的人主要的症状就是这样 就是说话是口窄窄的 当然,人家的头脑不清晰 说话是窄窄的,口气得很厉害 说话是不能完整的一件事 整天就好像自己是一个温温顿顿 在一个梦里面的那种 就是想着大麻的那种 这样的阵形 或者他说话会兜兜不绝 无端端是傻笑 又笑一下又哭一下 这个就好像那些人吃了大麻之后 影响他的那个神智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大麻 Cannabis sativa 在外国已经有很多人 开始直接用大麻的方法 在医这些老人之外 尤其是帕根讯 抽筋症的大麻 效果是非常非常之惊人的 好了,除了另外一个就是Cannabis sativa Cannabis sativa Cannabis sativa 就是由乳癌的人里面 抽水出来的物质 制成这个疗劑 它整体的那个应用范围 也是非常之广泛的 是随时的 那你看一下我们那个 酮汇疗法的本草肝木 是怎样形容这个癌 癌质的所谓Cannabis sativa 的疗劑 它的阵形包括人 就有很多是矛盾性的状态 就是待会有自相矛盾的 就是这些这样的精神状态 还有就是很喜欢去旅行 很喜欢跳舞 很喜欢走来走去 如果你发现有一个 就是它的阵形 有这些这样的东西 还有很严谦的 对一些东西 就是有一种不合理的要求 还有是obsessive 就是它要那样东西 就一定要了 你又不可以改它 这样的 那当然它也有一种 很喜欢那些 行雷闲田 觉得很兴奋 就是影响到它 那么 还有呢 就是当然 那个疲劳这个问题 也是一个原因来的 那么很多时候呢 这个阵形的人 是曾经过去 就花很多时间 要照顾那些家人 所以为什么女性会多 你看到呢 女性对男性呢 是三对一的 是的 你可以想象到呢 其实很多这些女性的患 那个老人痴癌症的病患呢 它可能以前呢 会不会一长时间 是经常照顾家人的 嗯 照顾妈照顾妈照顾妈 整天担心啊担心啊 他一生人呢 都是不照顾自己 是照顾别人的 嗯 那结果最后呢 自己呢 就出现了这些 这样的严重的病患了 OK 那这个呢 也是同学疗法的疗剂之一 好了 那有另外一种 同学疗法的疗剂呢 我们呢 是叫做 Heil-Siamis-Niger Heil-Siamis-Niger 又叫做Hambang 一种以前我们读的那些 那些禽料的毒药 嗯 可能翻译叫做 梁石 或者叫做天仙寺 有剧毒的一种 一种物质来的 嗯 但当然了 成为一个疗剂之后呢 它的毒性就消失了 一消失了 成数亿万次 好了 那我什么情况之后 会考虑呢 用这个梁石呢 它是很特别的阵营 那么 inga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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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很喜歡自言自語的 會正在說話的 很想像性地說話的 而且很多時候 很多手指會動著 好像空中觸摸一些東西 觸摸蟲之類一樣 當然有時是溫度攔 還有一件事是 經常懷疑有人去做一些對付他 或者是懷疑家裡有人偷東西 很疑心重的 很多老人家都是生氣的 亦都是妒忌心很重,当然有很多幻觉,幻象幻觉 还有这个梁石有一个很低的阵营,他们很多时候是有些不收蝙蝠地是露体的 他有时可能没有穿底褲,没有衣服,就出了街走出来,他自己完全不知道什么事 有些时候出现这些,还有一样东西,他们有时怕吃东西喝东西 可能怕有人害他,这是一个梁石阵营的老人痴呆症 根据不同的阵营,我们会考虑用不同的疗剂 另外一个疗剂,我们叫做Caliphosphoricum,即是Protessium Phosphate 英文来说,就是伦酸甲 我们在研究和疗法或者纤维炎都了解,这是一种补脑的工具 简单用来补脑用的 它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呢? 很明显,它是身体和脑袋觉得很疲累的 很多时候,因为过去曾经过度工作,过度用脑 觉得脑袋疲累了,少少用脑都不行了 还有少少体能的工作,都觉得很辛苦很辛苦的 这些人当然很多人很紧张,很多人都很怕事 很多人就不要烦他,因为他少少烦他,他都觉得吃不消的 还有一样东西,他有时候有很多晚上的发恶梦 这个你能看到,他是很感觉自己的脑袋很弱 你千万不要叫他做事,不要叫他想事 还有发恶梦 Caliphosphorus,在我们的医疗里面 是常用一些人的脑袋觉得累,用纤维炎的方法 平时那种补脑的工具都可以的 好了,最后我们再介绍一种 那种就是鸦片 OK,鸦片,Opium 记住,我们不是叫你吃鸦片的鸦片 我相信吃鸦片可能都有帮助 我不排除,很可惜,现在鸦片当作一种不合法的工具 好了,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会想一下 可能是用这个鸦片的阵营 这样 鸦片 有些人说,见过鸦片的人 其实他是处于一种 呆呆滞滞滞,没有什么所谓 我们叫做Plecid 就是很淡淡的症状 就是吃鸦片的人,什么都不理 就是睡眠的时候,呼气就很大声 当然,也有很多害怕的 很多情况,看到很多事情令他很震惊 很害怕的 那么鸦片呢,其实也是可以用在这种情况 鸦片的人,很多时候中风之后很多会有的 他中风之后,睡在这里,深层睡在这里 呼吸声音很大,完全没有痛的感觉 这个也是在疗法过去经验里面 是用来医医老人痴呆症的几个重要的疗剂 但是在我们的资料库,有63个疗剂 我自己不过跟大家介绍那几个 是比较最突出,最显著 但是你听到我们的分析 都要看每一个阵营 每一个阵营,就算是同一个病号 他们的表达方式都会不同 由他的表达方式不同 我们会由63个疗剂,选择一种是最适合他们的 始终,什么病也好,越早医愈好 不要病了很多年之后再找 也要比较合理一些,公道一些 是需要时间的 因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我曾经记忆之中有一个病人 他大概五十多岁,不是很老的 就发现以前一个很能干的高层的人士 突然之间就出现了这些老人之外症 他其中一个阵营就是 他会穿着一件底衣,短褲就在街上走 他老婆看着这个情况很可憐 就带了他来看我 当时我拿了他的资料之后 配了一只疗剂,那只疗剂是水银 通常我都是要求大概一个星期左右 是,是 我都觉得当然是开心了 我也很惊讶 是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 一个星期里面 总之他能够照顾自己 说话又会说回 老人之外症完全差不多 八十、九十没有了 大家都很开心的 但很可惜 过了一 幸好跟着没多久 他就好像又叉叉了 他就叉叉了 那好了 于是他们就没有再回来 我想一下 这个是非常之陰功的 明明有一种的工具 很有机会可以救到他这个老公 但他们因为不明白医疗过程 他好像一个神丹妙药 一剂就什么都搞定了 但其实医疗是一个过程来的 有些人经常问我 我自己有时问回来 其实我很多病人里面 是很多个我医不到的 其实主要医不到的原因 不是我们没有工具医疗 是他们不跟的 我们经常说 你要个病好 四个条件一定要符合 第一 你自己的态度 你是不是真的很诚恳 希望用我们的自然方法 是帮得到你呢 你不是来来考考我们 就是给一些难题 我们看我们做了多少 第二 家里有没有反对声音 如果很多时候 家里有很多反对声音 我觉得都是不妙的 因为为什么呢 医疗过程里面 不会很顺利 一定会有反反复复的 如果你的家里的人 不是支持你 帮助你 尤其这些病 他自己根本没有办法 照顾自己 一定要靠家人 如果家里有很多反对声音 也有一个问题 第三 有没有医生懂得医你 我自己有四科医疗的专业 虽然有些人跟我说过 如果在网上查我的名字 有很多重伤我的治疗 其中一个说我是未毕业的 其中一个说我是不是真正假医生 我跟大家说了很多次 虽然我们香港有很多人 有人去加拿大 不知美国去查我们 说我们在加拿大是没有注册的 结论就是说我们是假医生 我心想 如果你拿香港的所有的 那几千个西医 你去查一下他 在美国有没有注册 我相信大部分 99%都是没有注册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在那边行医 我们怎么会去加拿大注册 关什么事呢 但是很多香港人 真的幼稚到听到这件事 真的信了他 以为我是没有任何的 没有读完书的 我是一个有四科专业医疗的医生 虽然网上很多重伤我的 所谓打手的那些东西 其实最近 大家可能都已经认识我的朋友 都知道了 我是四次五次 是被人请空手来襲击我的 我都不和大家 不怕和大家解释 其实这个世界是很复杂的 所以有这些叫树大招风 但是最重要是不要紧的 我会尽量在我有身之年 我会将我这些最好的工具 尽量在网上 在某种程度上 是保留给大家享用的 OK 好的 多谢袁医生 今天跟我们分享 这个老人痴害症 这个问题 大家都应该真的要多关留意 要注意一下我们身边那些 家人那些长辈健康的情况 记忆力 在各方面做起 因为事实上 要照顾一位这样的病人 亦都是浪费 很多的资源 精力都要花费下去 当然 在我们的角度来说 预防永远都是胜于治疗的 所以 大家在听了袁医生说的时候 我们身体健康 是在营养方面做出来的 所以在营养补充品方面 大家真的不能缺少 及早在预防 早点去服用营养补充剂 或者真的遇到健康上出现的问题 去找一些正确的医疗方法去处理 来改善 这样就会真的可以令到你家 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好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多谢袁医生和我们今天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跟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跟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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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